在输给绿军之后,火箭管理层当晚就召集了全体成员,进行了一次时长三小时严肃而又疯狂的会议。 最终,在球员的指责和总经理的挽留下,球队老板得出了一个结论,麦克海尔很不错,但他已经失去了对球队更衣式的控制。 没错,火箭已经输得足够多了。 他们连续三场比赛总计输掉60分,面对于南篮网再次丢掉20分,甚至小牛和绿军都在火箭的禁区跳起了舞。 前11场比赛,他们只拿到了四胜七负的可怜战绩。 这四胜完全是哈登的功劳,两场40加,一场30加,还有一场28分的大号两双,但这七负其实也完全归罪于大胡子。 他几乎场场命中率20%,甚至还被爆出,在赛前去酒吧狂欢了一夜。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最后背过的人是主教练麦克海尔。 显然管理层的举动是为了打醒哈登,再不从悲伤中走出来,倒霉的就该轮到你了。 幸运的是,哈登很痴情,但也并不傻。 11月面对费城,哈登狂砍50加,近两战奇才收获40加,准三双,连续打破对视记录。 16年1月正式和科勒分手后,他又顺利地把常规赛总得分突破了1万,成为了09届的第一人。 在被造谣想要挤走霍华德之后,哈登简直是开启了个人进攻的总开关。 他先是打破联盟1000颗三分记录,随后打破大欧的单月三项数据记录。 收官之战又用38分锁定了西后赛席位,并且进入了MVP候选名单。 但再疯狂的个人成绩也无法掩饰,他们只拿到了西部第八。 更别提在首轮,他们就要碰到73胜9负的老对手,荆州勇士。 这几乎是一轮毫无悬念的西后赛,甚至在最后一场,哈登在输掉34分的同时,还送出了7次失误。 于是在那个夏天,所有人都对哈登表示了失望,并且有无数评论员对他进行了口诛笔伐。 但作为当事人,哈登并没有气雷,因为他知道火箭正在做一件能改变他职业生涯的计划。 作为当事人,哈登并没有气雷,但是有机会的领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